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无上圣身为妙法,百千万劫难糟米,我今见闻得寿迟,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上 我们看到中观四百论,大家看我这个身上穿的 这个才是袈裟 我们平常穿这个身服啊,其实是宋代以来 文人穿的,类似长衫 类似长衫 但是文人穿的长衫 它是 它这边 是有环扣 我们这个是 类似长的叫 直措 但是 没有这个宽袍大修 所以 我们穿的那种类似长衫的衣服 不是袈裟 这个才是袈裟 那这个颜色 叫木蓝色 这是生人应该要 使用的颜色 好 那我们 看到我们 我们是讲到 第几颂 第20颂 这一品就快要讲完了 20颂 离伏所福音 更无真解脱 生成用缺故 舍有一名无 那么另外一种 翻译吧 离伏所福音 若有余解脱 彼都无所生 故不明解脱 好 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科文是这样 破解脱石油 那么 用另外一本白话本子 他说 他这个是一连串下来 第一个破解脱石油 这里面又分两个 破内部 许解脱石油 第二破外部 许我体是解脱所依 又从破内部解脱石油 再分两个 灭地非石油 第二 石油 则与涅槃界中 涌尽诸苦之说相为 好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啊 断烦恼 得解脱 得解脱 这是我们要佛教徒啊 要努力的方向 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断烦恼 得解脱 就是你必须学习佛法 知道烦恼的面貌 要不然你连烦恼是什么 你都不清楚 所以呢 众生啊 以人为主的众生 都一直啊 在被烦恼所包围住 他自己都不知道 啊 那有钱的人 他需要 他想要 他贪财 需要更有钱 有了一个太太的人 而且一个太太不能满足 还要第二个太太 第三个太太 就有了什么 我们在台湾 以前是说第三者 或分外情啊 但是在大陆 就把他讲成 小三 四五六七八 他有了一个 还有两个 还有三个 在中国古代社会 是允许有 切的存在 但是现在西风东剑 都是 一夫一妻制 但是在 不少的家族里面 一夫二妻 也是被 也是一个被 默许而存在的事实 即使现在还是有 好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 就是说 我们说断烦恼 得解脱 是 我们的目标 也是愿望 但是 你必须 知道 烦恼是什么样子 你怎么认识他 那你才能知道你内心 烦恼的活动 然后你才能找出 对应 烦恼 的方法 调伏他 这个一切都是 缘起的 什么是缘起的 就是 一切的事物都是啊 各种不同的条件 所组成的 更没有说 解脱啊 是一件 必然而实际存在的事情 所以这叫破解脱使用 你要是不认真修行 可不可以得到解脱 不可不可能吧 你能不能说 嗯 佛系解脱 佛系解脱 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那 嗯 这个我就得到圣道 所以佛福尚就来我面前说 你真厉害 你真棒 請你去西方教世界 可能吗 不可能的事情 信佛就一定得解脱吗 在佛法说没有这回事啊 但是在基督宗教有啊 信上帝可不可以得解脱 他不叫解脱 他叫永生 就升到天堂去 永远你都是上帝的 忠实的仆人 那你可不可以当上帝 不可以 你就亵渎上帝 上帝是至高无上 我们永远就是只能为他服务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觉悟 能够解脱 所以解脱 他是不是实际存在 永远不变的 没有啊 你不努力就是不会有 所以叫破始有解脱 这里面呢 为什么叫灭地非实有啊 我们说佛法有四地苦极灭到四地 苦极灭到四地 也是依据元祈法 而存在而成立 当大家不想相信 不想 愿意修行的时候 这四地法 解脱啊 而得到极灭的这个理论 或是这个方法 也就无由存在 所以这边说 有人问 诸佛说一说 极为不是常法 但有说过 无为法是常 怎么会得到无为法 无为法就是 无需用因缘所造作的 而自然存在的 天地法则啊 例如说虚空 例如说什么 有无为有好几种无为啊 有折灭无为 非折灭无为 还有虚空无为等等等等 知不知道什么是无为法 这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的佛学词典啊 什么是无为法最简单的来讲 不需要各种条件因缘的造作 就是真理 真理常住常在 永远不变对不对 那种 真理也是缘起 像是苦极灭道的灭地 灭地是什么 灭除一切烦恼而得到 身心的解脱 然后这叫极灭 内心很安然自在 但是你不修行 会不会得到极灭 就不会 那能不能证得极灭的真理 就不行 所以 无为法是实际存在吗 不是 好这是最简单无为法的 介绍 那比较多一点的就是 无为 A Sanskrit Krit Krit 没有造作的意思 没有因缘所造作 离开生命恶化 而变化 而绝对常住是吧 但是 这边他把无为说成什么 实际存在 那就不对了啊 所以有好几种无为 那以大圣佛法来讲的无为呢 是哪些呢 我们不看 布派讲的无为 或是小圣生文圣讲的无为 大圣这三种无为 真如无为 啊 不动无为 受想灭无为 还有呢 另外 几个哈 折灭无为 非折灭无为 那我们 你说 法就是啊 世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 的呈现 世间一切所有万事万物就是法 他的呈现在外的形象就是像 好比说 以致 对不对 以致是一个名词 他所呈现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 他这个形象有没有他的功用 有啊 有没有他的能力 所以我们去用他 就是他会有功用 他会有发出 能力 所以是叫做利用 利就是利器的利用 就是用处的用 所以椅子是一个名词 就是一个法 椅子的功用 或是他的形象 他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是他的像 可以吗 这是法和像 好 无为就是无造作的意思 无为法就是他这个形态的呈现 可以知道无为 可以知道无为 呃 sanscrita 是法 是 接头词 表示否定的意思 就在这个跟英文好像一样 sanscrita 是法的意思 就是去除各种因缘 造作 而 存在的这种 状态 状态 例如说天理 我们说天道好环 报应不少 所以重点是在报应不少 但是天道呢 你怎么知道 天道茫茫 无人可知 但是表现出来是什么 因果循环的报应 对不对 哦 这是无为 很无为法 ok 那在这里呢 这一句寄送 他说 离福 非 所福 因若有余解脱 彼都无所生 故不明解脱 这是什么意思 福 是什么意思 细福 细福是什么意思 就是烦恼的别称啊 烦恼 就像一个牛皮胶一样 这样子 黏着我们 绑住我们 让我们不得自由 无法解脱 那么烦恼的总集 称为什么 烦恼的根源是什么 烦恼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称之为 吉 那我说这个烦恼的根源 这个烦恼的根源呢 是一个真理 这叫吉地 懂得没有 所以远离这个细福的吉地 这是能细福的 因为它是烦恼的根源嘛 所细福的是苦地 什么意思 苦就是果报的意思 你有烦恼而产生苦果 这个真理 我们称作苦地 这能细福和所细福的 远离他 那解脱方便的因的道地 是什么 修习这个方法 而到达解脱 这是一个真理 所以说是道地 好你远离了 吉地 苦地和道地 你说要正得灭地 没有这三个 哪里有后面的灭地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颂的意思就是这样 离福 所福音 若有余解脱 彼都无所生 故故名解脱 解脱是说正得灭地 一切烦恼全部 不击灭 那我就是一个解脱的圣人 但是你要怎么得到解脱 你必须知道苦啊 而寻找造成苦的根源 就是烦恼啊 要知道烦恼 断除烦恼 怎么断除呢 修习佛法 断除烦恼 那你如果离开了这三个 你说 正得极灭 有这回事吗 无有是处 啊 对不对 无有是处要这样比叉叉 我不能比这样 这个冷笑话听得懂啊 文和听得懂啊 啊 这个咸蛋超人 不是这样发出雷射光 好 这是这一颂啊 灭地 非实有 好 有没有不了解的 所以这边念一下 他说小圣呢 修行人 他不了解无为法 唯有名言 而没有实体 他们认为 无为涅槃解脱 是实有 实际存在之法 所以生起执着 认为啊 灭地涅槃是实际存在 事实上他是缘起的 你不知苦断疾 修道怎么震入涅槃的 灭地啊 不可能啊 所以大圣庄严经论中说 卸托为迷境 轮回为是恶取执 恶取执着之迷现啊 如果断除这些迷乱显现的错误之 体悟无声 才能获得解脱涅槃 如果没有前面的 知苦断疾修道 怎么震入疾灭 不可能 所以是缘起的 好这一送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再讲一送 然后上个洗手间 今天看能不能拼个 七八送 第二个 第二个 究竟涅槃时 无孕亦无我 不见涅槃者 依何有涅槃 这是什么意思 根据他科文 你涅槃之后 你涅槃之后 所谓涅槃就是一切烦恼的极灭 你 正入这个实相 然后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人 都安然自在 有充满了各种智慧 没有烦恼 面对各种事物 都是智慧的解决方式 但是 度化众生 也是用智慧 心 不会分别妄想 不起烦恼 那你说这样的人生态度 是不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 是啊 即使你在度众生的时候 不管是人道众生 鬼道的众生 你都是用智慧 而不起烦恼 所以圣言师父有说 他那个什么 诶 他的四众佛子共勉语 其中有两句叫什么 智慧不起烦恼的前一句是什么 知不知道 以前我在法普山 好像每次送戒之前都要 都要念诵这个 信佛学法近身 三宝万事名人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兼禁度 知 知恩报恩为先 立人病是立己 不争你我多少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 我刚刚说的那个 慈悲没有敌人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好 你虽然只是当口号这样念诵 问题是怎么修行啊 慈悲 到底什么是慈 什么是悲 怎么做 怎么有方法做到慈悲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念口号而已啊 所以这个就要拜师父学啊 但是佛法三藏教典就有啊 什么是慈 给予众生乐 什么是悲 拔除众生 解决众生的痛苦 这个就是慈悲的意思 那推己及人 对于自己周遭的人慈悲 对于自己的师长慈悲 对于自己的朋友慈悲 对于我的亲人慈悲 对于不认识的人 我慈悲 对于我讨厌的人 与我为敌的人 我都慈悲 这样由一点而渐渐扩展 到一切众生 都这样慈悲 这个才叫菩提心啊 这个是慢慢学习 慢慢修行 那怎么样做慈悲 那你就是要达到平等哦 达到平等 那这就叫先回到自己 怎么样 让自己 对一切众生平等 心不要起分别心 那还是要透过自我的修行实践 而达到 众生的圆满啊 是不是 所以透过自我的修行 自我的觉醒 烦恼的断除 就达到涅槃 倘若说啊 根据前一宋 没有什么知苦断即修道 就不能正灭 不能正德即灭 就不能涌进诸苦 涌进诸苦就是 一切痛苦 烦恼根源性都全部断绝 所以这一宋是回应到前一宋 回应到前一宋的什么呢 前一宋说如果缺少了 知苦断即修道 而涅槃 是永远存在 不会改变的 这是错误的 因为涅槃呢 它也是缘起的 所以究竟涅槃时 无运亦无我 因为它也是缘起啊 运的生起也是缘起啊 那断除一切烦恼之后 怎么会有人我是非 什么我像人像 众生像受者像 就没有啊 所以无运亦无我 那最后 那是后两句 不见涅槃者 一和有涅槃 这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没有 人我五蕴的存在 那么 外道或小圣 承许的涅槃 是实际存有存在的 这又怎么说明呢 这是不合道理的 所以说前面所说的 涅槃 是永远存在的 是实有存在的 这是错误的说法 所以是这两颂都是在讲一个理 可以吗 好这一颂也讲完了 有没有问题 我们看第三个 破述论施 认为 思索社的解脱 是藏 好这边我们要先来讲啊 什么是数论啊 大家看科文科判啊 数论 数论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它是小圣说一切有不 那论障的别称 这里有分两个是数论 一个是数论 一个是数论学派 小圣说一切有不 这个说一切有不 讲的数论 一个叫会数 一个是法数 说一切有不 侧重于阿皮坛之学 所以认为皮坛学 全显之意断获正理的会学 始终终一所特众心所有法 就是一层心术 由此可见始终以会术为本 anyway 但是 现在在中关四百论讲这个数论 就是指的是什么 数论学派啊 三棋尼 三棋啊 神奇耶 他是外道 外道的先人 所说的学说 他这个里面的学说是什么呢 早期的学说主张 精神物质 二则统一 由一个最高的我 到晚期则否认最高的我 成为无神论的二元论 什么是无神论的二元论呢 就是这茫茫天地宇宙之间 就是有善恶在不断的斗争 善恶呢 善就是光明 恶就是黑暗 所以善的光明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火焰 所以拜火教 是这样来的 对对对对 我绝对不盖你 所以佛陀当初 他的僧团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全部都是外道拜火教徒 很厉害 他们祭祀烧火 很灵验耶 好 神我为纯粹意识不具作用 但仅观照自心而已 但是这个印度的拜火教跟 跟后期的那个仙教又不一样 仙教是 他有一个最高的神明 就是明尊 明尊 明就是 明白的明尊是尊 尊贵的尊 請不要联想到 什么 摩尼教或是什么 以天屠隆记的名教 那个都是已经 很后期的 最早期的索罗亚斯德的仙教 又跟摩尼教不太一样了 了解不了解 这个就是 你学习宗教学 才会学到 好 好的 素论学派主要 讲的 精神 有神论与一元论的立场 早期是学说主张精神物质二则统一 有一个最高的我 采取有神论 但是晚期呢 無神论 但是还是有 善恶 對立的二元论 他还有所谓的二十五帝 好 这个大概是 素论派的学说 所以这二元论呢 他的二元善恶二元不管是什么 空友也是二元 对不对 就是两者存在 然后衍生 宇宙一切万物 佛法有没有讲二元论 佛法有没有讲二元论 你说的对 佛法是非一非一意 什么叫非一 什么叫非一 善恶 他原本就是事物的一种呈现 你不能说 他就是没有 对不对 但是他这些都是缘起的 所以你说他是一 一 也不对 说他是二 也不对 这个就叫做辩证法 说什么都不对 可以不可以 好 那既然知道素论的 那我们来看哈 我们是现在讲这个科文的地方 破素论师所计较思维所设解脱日常 好 好 宋文 我是舍诸得 离爱有何思 若有我所思 便同无所有 好 这内容是在讲什么 是素论师他说 他这样问 如果我们依照素论派所说啊 涅槃是有所依的 自信和神我个别议题 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流转身世 因为我们的自信啊 离开了神我啊 我们就会起祸造业啊 神是清净光明了 你离开了清净光明 你就会 就变成什么 误会 黑暗啊 你就会起祸造业 诶这个是不是素论派二元论 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流转身世 最后呢 你了解 自信开发就回归神我 然后 自信就隐没于神我之中 从二元又回归一元 这样对不对 侯华说 no 所以他底下讲 当你神我于尽远离爱欲 解脱生死的时候 你说 承许 这个思维 有这样的思维 这样对还是不对 有没有什么功德啊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你 个人各自的体性 开发 最后解脱得到智慧回归神我 你这样的思维模式 有没有什么意义啊 从神我分离出来 起后造业 因为你的 开发 智慧 解脱烦恼又回归神我 那就是说 你这样子分离出来又回归 这一直在这样循环 有意义吗 佛法讲的不是这个 他底下在说 如果说解脱 解脱的时候 神我虽然存在 但你没有思维 那就跟无有神 就没有神我 不是相同吗 这是怎么 说 解脱的时候 还有没有个人的我的存在 我们不是说无我吗 就没有了 也没有相对的我的存在 更没有神我的存在 那没有这些我的存在 就没有这些有我的思维模式 那跟无有神我 是相同的 是相同的 就是无我吧 那为什么他这样讲 他说数论外道 承许一切 我们所知道的 三河大地 三河大地一切诸法 总设为二十五地 其中神我是一种意识 他认为 这个神我是必须 恒常存在的 常有性 享受一切现象 自信 自信是其余二十三种现象之因 由神我能够思维认识 诸法实相 你看 舍弃对现象的爱遇 得到解脱 这二十三种现象 融入自信 也就是说呢 这个自信呢 融入神我 这自信就没有了 只剩下解脱的神我 如果解脱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们所谓解脱所依靠的神我 就是什么 离开什么五为五大等二十三种现象的思维之爱 此时他没有一切能享受的对境 既然没有思维享受的对境 这种神我的思维或是这种解脱 而回归神我思维 有什么功用啊 没有功用 这还是在二元论或一元论之间啊 这真正的解脱啊 我们解脱是 超越二元论和一元论 没有神我 没有自信 一切是元旗 这才对啊 是不是 如果你说这样子 的情况是叫涅槃 那么这个涅槃呢 是 你错误的认知 是 真正的涅槃是什么 没有我 的存在 不会有任何一件事物是实际的存在 它都是因缘有的存在 跟数论外道的二元对立 或者是二元论 这是实际存在 是错误 是错误 好 有没有问题 在下一颂 破有思功能所设的解脱是常 无与有我种 则定能生思 要无我无思 诸有乃无有 好另外一种翻译 法尊法词翻译 若谢托有我 则荣有思种 无我则与有思维亦非有 好这个好像这个颂文 大家 念的很凹口 不懂里面的道理 那我们看白话解释 好有人这样问 你到达解脱这个 位阶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 调伏烦恼断烦恼 正得解脱圣人位 那你解脱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 外道说 虽然 没有真实了之外境的思维 但是还有这种 不知境的思维种子 所以神我曾存在 什么叫做 没有真实了之外境的思维 没有真实了之外境的思维 也就是说你解脱的时候 对于外境的思维 或者是外面的境界 导致你内心 而起的烦恼 这样子的认识作用 没有了 好 但是呢 我解脱 有一个至高无上 的神我 这个神我是 不可不可测知不可知道 所以叫不知境的思维 懂 所以神我要存在 对不对 没有这个是外道说的 神我要存在 提普论是说 No 为什么No 他说 如果你解脱了还有我啊 容许有这种思维功能的 他说 若在解脱未实 他说 如果在解脱的时候 还有一个实际存在的我 这个我是神我 然后有这个思维的功能 但是我们又不能测知这个神我 这个是真的解脱吗 这个是真的无我吗 不对吧 真正的无我是什么 没有绝对的神我 也没有相对的我 对于外境 各种外境所引发的事件 能不能使我内心 再产生烦恼 不会了 这样才是真的解脱 如果你说解脱 有一个 完全不可测知的神我 而我们是呢 融入这个神我之中 那你哪有真的解脱啊 对不对 好 这是JSON的 核心所在 他主要是在破斥 是树论外道的二元论 或一元论 好 讲到这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这样念一下啊 树论外道 承许 神我得到解脱的时候 没有思维的作业 然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思维 因为这种思维功能的存 种子仍然存在 那这个种子是谁有 神我 这种辩驳无法成立 上述内容 以用校正理正进行的观察 在解脱位的时候 不存在任何五蕴 或是离开五蕴 而有我 这个也不存在 如果说 解脱的时候啊 有一个神我存在 那么这个所谓的思维种子 也不妨有其存在所谓之处 这思维种子就 跟着神我 跟着神我走 依附着神我 那这样是真的写脱啊 好了 这个 不清楚不要紧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 主耶稣基督啊 这个这个这个人世前真的好苦啊 我愿意赶快啊 舍弃我这一生到天上去 永远的服侍你 希望得到你的圣光一爱 阿们 好你说你解脱了 是到天堂 永远去服侍 聖子圣灵圣父三位遗体的真神 耶稣 这是真的解脱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还是永远去做他的仆人啊 这对吗 但是他说你不可以去测渡你的主 不可以去试探他 因为他是唯一真实 就是 的存在 这个无有是处 那我用这个来解释 这一颂文 可以不可以 聽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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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观学派来说阿赖耶士也是缘起无之心 种子也是缘起无之心 但是 维世不是这样讲 没有 维世有说种子有六种含义 他是刹那生灭 但什么是种子 种子是不是 实际存在 也不是 种子是一种潜伏 的能力 遇到各种适合的环境因缘的时候 他会发起作用 那他平常潜伏在哪里阿赖耶士中 那阿赖耶士为什么称为藏士 就他像一个什么大资料库 各种资料 善的种子 惡的种子 雜染的 无忌的通通在里头 你讲对了 因为素论派的确是有 呃 维世 的 应该是维世学派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有吸取了素论生论学派 这是真的 好 这一送到这里 我们今天把这一瓶讲完 那还有 几送了 诸 脱离苦人 这是这 哦 第24送 还剩两送 若离苦由我则定无涅槃 事故涅槃中 我等皆永灭 哎 这这个实在是很 很对阿 看这个就是白话就直接知道了 诸托离苦人定由 定非由他有事故应成所我一切永进 所以 这个法尊法治翻译的就比较凹口啊 前面这个翻译的说 若离苦由我则定无涅槃 对阿 你脱离了 你脱离了 泄脱了一切烦恼 这些苦 通通去除 怎么还有一个离开五蕴而不变而始有存在的神我呢 莫非我 必须 去除一切苦恼 最后回归到 天国去服侍上帝 从二元归于一元 那这样对不对 这是真的解脱吗 这真的解脱啊 这真的是涅槃吗 不是吧 所以 事故 灭盘中 我等皆永灭 一切灭除 好我这边讲一个啊 为什么佛法会日间衰弱之中 第一个 他有强烈的修道性 他没有强烈的主体性 没有讲错 他没有主体性 他没有主导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佛法是 解脱苦的法 要使令大家 自己开发自己的智慧 而能自力修行 但是在基督宗教 我一切的罪恶罪福 完全归于上帝 这就迎合了一般众生的心态 要自己修行 我吃点 那我信仰上帝 一切都是他的荣耀 这不是来的简单多 所以那个有什么 常常 那个有一个电台啊 有一个电视台叫什么 good news good tv 他常常在讲 我祷告的时候就有神机出现 我大概就说 哦 真好我会来信 这个 对不对呢 是个疑问 那我们求佛菩萨求护法隆天 很恳切的恳求 那我们当然也会满愿 那我们可不可以也说 这个就是 我们经由祷告以后得的神机 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 你去求观世音菩萨 他会顺着你的因缘 将你的愿望 置于一个 对你修行 解脱有利的地方 而满你的愿 不是说满足你的五欲愿望 不是 了解了没有 好这是第24送 那我们看看他这个怎么说 明白我只涌进是解脱 所以不应该承许 解脱之后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我 好 所以说 离开脱离轮回痛苦的人 决定不是由离运 离开五欲而独立存在一个常有的这个就是我啊 而解脱所以应该恰当的说在解脱会的时候我与一切五欲执着的烦恼 永远 永远断除 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的 些余的烦恼 没有了哈 可不可以好 再下一送 断不许破石有之针 我们看颂文 您在世间求 非求余圣意 以世间少有余圣意都无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科文说 断除不成许破石有之针 那这到底是讲什么 我们看 有人这样问 如果像你所说的 你承许的 无为卸托 唯有名言而无实质 如是则需求 涅槃卸托又有什么益处呢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 到达一切解脱的境界 断除一切烦恼得到解脱 然后呢一切执着都抛去 所谓有实质无实质就是 解脱 涅槃 这个是不是实际存在之法 是不是实际存在之法 不是的他也是缘起的 那外道就问既然他是缘起的没有实际存在无实质 那我们要求解脱 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我还不如依靠一个神我 然后呢永远得到他的庇护 然后永远安乐 庇护啦 那这样对不对 底下 说 宁可在世间追求解脱 而非于圣意中希求 因为在世间尚有少许甲民 于一切 于圣意中一切都无 这是他的白话 但是他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呢 涅槃解脱之果报 唯有甲民而实质 这并非说世人不要追求解脱果位 涅槃解脱果 而是 官代 沉溺于轮回迷乱痛苦 执着中的众生所安立的名言 所以我立一个目标 让你来追求 到你真正达到这个目标 你真的解脱真的涅槃了 你还会执着有涅槃吗 有解脱吗 没有了 所以诸佛的心中他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众生和佛的差别还没有 诸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只是你们还没成佛 你们还没解脱 但是你们未来都会成佛 那我成佛之后 我的 我的什么 我要做的事就是使令你们成佛 使令你们得到解脱 使令你们开启智慧 使令你们能够自觉 我不断的 就是佛不断的在做这种工作 这就符合法华经所啊 本地和垂姬啊 知道没有 好不知道没关系 简单解释一分钟 本地就是久远已成佛 垂姬呢 由久远已成之佛 道架持行 赤献凡夫 剑刺修行 而又成佛 他们这种不是轮回 他们这种是什么 发愿再来度众生 我们是因为造业 起获造业造恶业而这样轮回 他们是发愿 所以一直不断的来度众生 那讲讲一点就是 那你解脱成佛的时候 是不是永远都住于法性安乐之中 永远在那边佛在哪里 我是佛我是佛我是佛 是不是 不是 是不断的再来度众生 那你说那那凡夫这样子 就是不断的度众生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成佛 再来度众生 那你没能力啊 你没有神通道力 你不能解决众生的悠悲苦恼 那你只有修行有成之后 有这些大力 你才能解决众生的问题啊 你才能解决众生的问题啊 当你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问题 你怎么度众生啊 对不对 好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所以最后这一一送啊就是说啊 本体就是远离迷乱实质之境 是大无为的圣意境界 并不是与言分别之心啊所能测度 就犹如陆菩萨行论中说 圣意非心境 说心事世俗 求涅槃解脱 是 世俗名言中 针对有痴心的友情而承许 因为他们有痛苦执着 所以解脱安乐也相应存在 但是在圣意地之中 你真正正得解脱 你还会不会有解脱的名言安利的存在 没有 这些都是诸法实相都是空性 所以叫做余胜亦都无 好 第九品结束 有没有问题 我今天讲了几送 我们说要讲到 15分 22 今天讲六 现在讲六送 要要这样结束还是继续讲 好再再讲一点点好了 我们讲破我品 破我品的大意是什么 如果你要对照中关 四百论啊 他这里 第一个破产品第二个是破我品 这个就是百论 广百论这是 这是 后面八品 就是中关四百论的后面八品 不是讲错了 广百论的这八品就是中关四百论的后面八品 好 好 好 这里有破我品 哦 然后他这个都有互相 法义上的重叠 好 破我品 所以这个屏幕一样 你看中关四百论 这是大盛广百论世论 中关四百论也是明破我品 好 好 是 应该是 只要讲百论或是中关四百论的 都是 比较承许中关一承办 这个百是什么意思啊 百是不是树木制的一百两百 对 在范文百是破次的意思 所以他是只破不立 但是跟中论所说的 破百分之七十立百分之三十不一样 在中论是有破有立 所以从这样来看自然 出现两个支派是正常的事情 一个就是中关什么 应成派只破不立 用 辨证法和闺谬论证 一个是中关秩序派 用的是三支笔量 来建立政法 不一样 在中关学派的历史上面 哪一派是人数众多呢 稍微讲这一下 中关学派的十组是谁 龙素 好 龙素菩萨的 前面的前导思想是什么 波若经 好 龙素菩萨传给谁 提婆 提婆 提婆就是圣天 好 之后 佛护 我是粗略这样写 在那个 平川章的印度佛教室 他有 详细的戏谱 佛护传下去 传给谁 传给谁啊 月称 好 好这一系我们称之为什么 中关 印诚派 然后 另外就是龟谬论政派 在中关学派的这个方法论上面 好 提婆下来是谁轻便 轻便下来呢 那 到底是哪些人 竹梵不及被宅 因为太多了 好月称下来是谁 吉天 喔 说一下 轻便下来竹梵不及被宅 所以在整个印度佛教史上 乃至到传道 西藏 主要都是什么 轻便的什么 中关秩序派 序 我们称为自立论政派 对啊 他是依据三支笔料 然后来论证 三支笔料是什么 中英域 中就是立中 英就是 解释为什么立中 然后好友 一个批域 如有一笔 他其实是浓缩了 中英域和解 五支 去除后面两个 三支 三支笔料 那么佛护月称这一派他用的是什么 辩证法 还有 闺谬论证 那你说我不懂什么叫辩证法 那我告诉你一个 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你只要一直问对方 你为什么这样说 你为什么这样说 你为什么不那样说 你为什么这样说 对方就会被问倒 这个就叫做辩证法 了解没有 好 传斗西藏 是以中关秩序派为主 像莲花界论师 集乎论师他们全部都是 中关秩序派 那么 那么 中关应成派到什么时候才是 中关学正宗呢 在格鲁派兴起以后 六百年前 了解没有 不知道 蛤 我说 中关应成派被说为是中关派的正宗 是六百多年前 格鲁派兴起以后 因为他说这个中科巴大师能够 直接跟文殊菩萨 对话 文殊菩萨直接来教他 密法 教他经论 中科巴大师就问 嗯 哎 那 到底 秩序派中关是中关正宗还是 印成派中关是中关正宗 还是 文殊菩萨就告诉他 嗯 印成派中关是正宗 就自己说自己爽 但是在之前的月称论师呢 他也是直接能跟 这都是印度佛教史上说的 月称论师他直接也能够跟 文殊菩萨对话 文殊菩萨直接教他教法 他也问文殊菩萨 我们这个中关印成派是不是正宗 文殊菩萨说 嗯 very good you got it yes 所以这个系统就走到密中的系统 对对对对 不是走到密中系统 他就跟密法是合在一起 他就跟密法是合在一起 那月称论师也是密法大师啊 嗯 好了解没有 那 密法是中关秩序派 很有可能 还是维世派 嗯 嗯 应该是中关秩序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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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圍士跟中文怎麼會混在一起 這個是有千頭萬履的 扯不清的 糾葛 那麼在近一百年的學術界 就是挖到了 粵稱論詩註解的 註解中論的 註解本 敬明巨論 挖到了 所以就是這個 中官應成派是中官正宗 等等等等的 那前面講的好像都是故事或神話 你聽了覺得是不是像故事還是神話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他親自見到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教他 佛法和 密法 有沒有很神話的意味 就好像我親自見到上帝 上帝 上帝告訴我聖經 他說這這這這 我就是上帝代言人 可不可以 這個 這個在印度佛教史上 常常有這種故事出現 或是我靜坐的時候 我就見到佛菩薩 那我就想我們怎麼都見不到 這裡面有什麼 佛法 我才沒有學到 這個 這個就是學習佛法有意思的地方啊 好 那這一品破我品主要的宗旨所在在哪裡呢 我們把這講完就下個 好 來了 現在 現在是第十品 破我品 我假腰 他這個破我啊 他說 前面的九品大家學習到 總說聖身 緣起真實意 好 相應於緣起真實意 接下來要具體深入 學習聖身緣起的真實性 由於眾生的無名妄之分為人我之和法我之 所以因無我空性的真實性他們的相應啊 我們就會說成有人無我和法無我兩部分 所以我們要破破這個我 破這個我 人我之 破 法我之 破除一切的執著 甚至外道的謬見 荒謬的見解 各種的執著 我們都破斥 所以就是這一品叫做 什麼 破我品 可以嗎 可以不可以 好 底下就是分別的說 一個一個寄送 那我們 下週 再繼續好了 今天 講六送 下週 盡量 回到講一週十送的進度 大概中關四百論講完 也囊括了百論 那麼十二門論呢 最後是我大概用十二節的時間 十二次的時間 用略數的方式 講十二門論 因為我以前講過十二門論 他其實就是將中關論總數為十二門 然後來介紹 我用十二次的時間來介紹十二門論 就可以了 那 這三論都講完之後 再有多餘的時間 我看看是不是講講 這個 極障的著作三論旋逸 或者是 兆論 最後的 這個 涅槃 無名論的地方 講看看 看看有沒有時間 好 到這邊 最後有沒有問題 現在五點十八分 沒有問題哦 好 向下文常賦予來日 下週繼續 從第十品開始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供成佛道 我等於眾生